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 人民日报推荐的15幅漫画 看懂圣读十年书 一起来听 朱德庸说 人生就像迷宫 大家用上半式寻找通道 用后半生寻找出入口 在这短短几十年间 我们不会一下子就觉悟人生当中 所有的真谛和道理 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地进行打磨和历练 或多或少地明白一些人生道理以后 才能慢慢探知人生的模样 人民日报推荐的这15幅漫画 寥寥几笔之间 就刻画出了深刻的哲理 推给大家细细品味 一 只有一片叶子时 人们会抬头仰望 满树叶子时 人们便低头赶入 这棵树 就好比人的一生 年轻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太多 时间 健康 感情 金钱 当这些东西 一起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习惯性忽视 直到快要失去才后悔末期 正如行慕容所说 当我猜到谜底 才发现面行已散 一切都已过去 很多遗憾的发生 正是由于我们不懂珍惜 成功并不在于别人走 你也走 而是在于别人停下来 你仍然在走 自律 是一种了不起的习惯 也是通往成功的最关键的一环 有人一副好牌 不知真心 自甘堕落 懒待无往 有人靠自律 一步一个脚印 从一无所有 到功成名就 人生所谓的成功和奇迹 追根溯源 不过都是脚踏实地的努力 以及足够的耐心和坚持 三 原谅别人 常让你指责别人 更具有杀伤力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 你若斤斤计较 就会深陷烂人烂事之中 徒增烦恼 你若忽视他 无论他人如何作为 都不能伤你分毫 爱因斯坦曾说 弱者报复 强者原谅 智者忽略 面对人生中 那些五官紧要的人 不关痛痒的事 最好的态度就是忽视 唯沉默是最高的情勉 若无其事 才是最狠的报复 四 人不是火柴 不能一擦就冒火 在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 因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就发很大的火 但随意发脾气的后果 轻则让一段关系 产生了隔阂 重则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困境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快 我们不能只想着乘意识之能 发脾气是本能 控制脾气才是本事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不论身处怎样恶劣的环境 都能冷静平和 欲试不生怒气 理智解决问题 才是智慧之道 五 只要你长着耳朵 就会听到不中听或中听的话 不必为此烦恼 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也没有不被人凭说的事 爱指手画脚的人 就算你再好再优秀 他们也能挑出次来 正所谓 巧除男朋友百人餐 一人难如千人愿 学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才能真正获得悠然自在 六 不知道转弯的人走不远 一位智者和徒弟一同下山 智者问徒弟 如果你前进一步就死 后退一步则亡 那你该怎么办 徒弟不假思索地说 我会往旁边去 人生的路上 除了前进和后退 拐弯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所以 少和自己较劲 学着和生活和解 适时地转一个弯 或许会别有天地 七 在小溪里 鱼长长感觉自己很大 到了大海里 他才知道 其实自己很小 眼界不同 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青蛙坐井观天 他看到的天空 只有晶空那么大 雄鹰翱翔天际 山和大地 尽收眼里 常言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们的事业 不能局限于眼前 而应该放长远 当你敢于走出舒适圈 去见那些 未曾见过的风土人情 去经历 未曾经历的人生 自然会拥有 更丰富的生活 八 把朋友变成敌人 是一种愚蠢 把敌人化为朋友 是一种智慧 总统林肯 对政敌 素以宽容著称 后来终于迎起 议员的不满 议员说 你不应该试图 和那些人交朋友 而应该消灭他们 林肯微笑着回答 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 难道 我不正是在 消灭我的敌人吗 诚然 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矛盾 有朋友 就会有敌人 遇到敌对的人 事事都要一睁高下 只会让人精疲力尽 真正的智者 从不消灭敌人 而是化敌为勇 九 只欣赏鸡的脚印 便看不到天上的雄鹰 人生如其 看得远 才能走得远 那些只盯着眼前利益的人 终生难成大事 旅事深究有云 凡某物之成也 必有广大久远 凡事多看一步 多考虑一点 做好属于自己的规划 做得好心理有谱 在面对未知的将来时 才能拥有足够的底气 十 最诱人处 最危险 社会学中 有一个著名的 馅饼定律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即使真的有馅饼掉下来 小心地上 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 这世上 哪有不费力气得来的好处 不过都是些包装华丽的糖衣毒药 色彩醉艳的蘑菇毒醉裂 因素花极迷人 但这些都会伤人性命 学会拒绝诱惑 才不会引火烧身 十一 人们总是在头脑发热时 做出一些傻事 公平静下来反思 所语音 冲动是魔鬼 怒而决断 怒而行事 往往会铸成大错 小事生烟 大事冒火 也容易使人鄙夷 遇事 别急着生气 也别急着做决定 先缓一缓 平静地思考 事情才能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十二 你心中的空间越大 生长的花朵 就会越烦吗 梭罗曾说过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 与他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 每个人的内心 能承载的事物都是有限的 物质欲望越多 内心就会繁杂 只有懂得舍弃掉那些无用的东西 为心灵挡住空间 才能留存住人生中 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 和小人对骂 你会变成矮子 人最大的荒唐 是在烂人烂事上纠缠 如果你面对别人的指责 表现得非常在乎 并且无休止地反击 那以后你遇到这种人和事的概率 只会越来越大 古语有云 将军有剑 不斩苍蝇 将军赶路 不追小兔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会被负面的人和事左右 他们能够及时放下 避免灾祸上身 十四 你站在阴影里 却说太阳对你不公平 有一个人在春天 走进一个美丽的公园 出来以后生气地说 这地方又脏又臭 我下次再也不来了 而另一个人 也同时走进这个公园 出来后却感叹道 简直太美好了 到处都是鲜花 到处都是静人心脾的芳香 前者习惯抱怨 后者善于发现美好 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公园 也会产生两种 截然相反的心情 心中装满的是怨恨的人 最终伤害的永远是自己 只有停止抱怨 走出心中的阴影 你才能感受到生活的阳光 十五 给个猴签证 就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 这是人们常犯的错误 白岩松曾经开过这样的一个玩笑 把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 每天让它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中 露几分钟脸 不出一个月 它就成了一条鸣狗 做人最忌认的就是将自己看得太重要 老话说得好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唯有时刻留一只眼睛神视自己 才能不断更新自我认知 在红尘俗世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幅漫画 一种人生 一种感悟 许多看似深奥的哲理 其实就藏在平凡生活的点滴之中 愿我们都能读懂漫画里的深意 用心去过好每一天